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购买了大量的原木 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搭进起了屋顶的主要框架 又利用大量的雪桩一块接一块拼接起来,加盖起了一层的屋顶 还利用冰块在冰屋内给团团打造了一个寒冰宝的狗 让狗子水起来更加的温柔 早上好,兄弟们 咱们今天就利用这堆雪桩来建造咱们冰雪城堡的二层 先在屋顶的中心点钉上一根固定桩 然后用自制的木把卡上去做原轨 刻画出非常标准的圆弧地标线 弧线画好后,再将雪桩策略沿着圆弧地标线 砌成一个360度黄瑶式的弧形墙体 墙体砌好后,利用雪桩抹平雪桩之间的缝线 这样可以使雪桩形成一个结构式的整体 从而更加坚固 最后在雪桩表面均匀地喷洒上一层天安强利BB椒 等待雪桩凝固成形 雪桩凝固一夜成形后 利用锯子在雪桩的正前方开凿出一个合适的门洞 方便清除 门洞开好后,还需要利用雪桩抹平墙体内地所有的缝线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平沾美光 为了封顶,我又利用原木以及木板制作了一个支架 并且提前在支架顶端装口 方便后续安装屋顶的装饰品 随后又利用木头按照圆弧墙体的口径 制作了一个圆 再配合摄影师架上去 用一座蘑菇顶边缘搭建的支撑点 蘑菇顶的支架采用的是鱼桑形状的搭建方式 这样既美光又坚固 屋顶计划采用一体化交换成形 只能利用提前裁切好的三角层板 整齐地铺在支架下面做模板 模板铺好后,再用大量的雪桩附往模板 再用刮板进行找平 屋顶找平后,需要套套地撒上一层天安卡丽比比角 对屋顶进行交换处理 屋顶凝固一夜成形后,插上一块雪桩 摆正方向雕刻成形 最后再用电罩拆除蘑菇顶外围 以及屋内的所有模板 为了能让蘑菇顶看起来更加的美光 还是要利用雪花抹平蘑菇顶上坑挖不平的缺口 以及搂落在外面的木头支架 咱们二层的蘑菇房就已经建好了 那摄影上我换一套衣服 你给我拍一组照片留住纪念 我这样也不会拍呀 你可以用轻言啊 在社区里搜索户外拍照 各种场景的户外拍摄领告 手把手的叫 点拍同款,轻松拍摄好看又时尚的大片 还可以分享到社区里给别的小伙伴提供领告 快点击左下角去看看吧 来吧摄影师,上面风景不错 你就愿意亲眼给我拍一组大片吧 大片拍好了 咱们先把蘑菇顶的支撑立柱给它拆除 为了安全起见 咱们还是定用雪庄 给这城墙边加重一套铺了 利用雪庄沿着城墙边 身侵起一层整齐莲增的围墙 围墙庆好后 利用雪花抹平围墙上所有的红线 再将雪庄巨断间隔开合适的距离 气在围墙上 最后再均匀的喷洒上一层 并不可缺的天然强力BB椒 俗成水进行全面加固 咱们城墙上的固栏就已经完全打造好了 不过咱们这巡途楼梯 还插一套黄冰绑的水晶库了 利用提前制作好的冰条 沿着楼梯踢面一块块立切 并且利用天然强力BB椒进行固定 再用较矿的冰条搭接在立柱上 顺着楼梯并接着弧形扶手 接缝处用雪花抹平 并且也要撒上一层天然强力BB椒进行架构处理 咱们黄冰绑的水晶库去扶手 就已经完全打造好了 来跟随我的脚步上去感受一下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nice 咱们独电来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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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们独电来都下了 这些我的脚本 还有一远 咱こ就下了